我的天,还真的有人买这个Rivian 这是我第三次在加拿大看见这款车 在卡尔加里了 加州本土的纯电动车品牌 主要是卡车和SUV 纯电动 我的天,太酷了 Rivian 加利福尼亚的品牌 真心不难看 纯电动,仅次于托斯 太酷了 全LED大灯 漂亮漂亮 带孩子出来做手工 然后停车场停着明亮 被我发现了 它里边还养了一只大狗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款车简直太漂亮了 还行 摄头 太漂亮了 完美 完美完美 最近出类陪读的和移民出类的家庭越来越多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我就觉得想给各位另外一些想法和建议 不一定对啊 不一定对 不对也请大家多包涵 其实你现在出来 这个情况是 面临的是加拿大整个社会已经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你已经完全错过了加大发展的那 二十多年的时间 恐怕二十多年说的时间都比较长了 就是在2005年以前的加大 还算是不错 2005年注意我说的 2005年的时候我还没来呢 其实我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那个时候加大还有本土的骨干企业 像黑莓那个手机 庞巴迪北电网络 然后还有Zillers 自己本土的商超业态 现在全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你去加大任何一个城市 大家还相对比较的友好 比较友善 你见不到那些无家可归的 更没有这么多吸毒的 那个时候大妈没有合法化 那个时候超市里卖的东西都很便宜 大家那个时候做代购 真的是有价格的价差 价差还不是一星半点 买车也是不像现在 各种等各种家价 经销商各种的 高傲 傲娇 一致七十 加拿大现在是闹车荒 闹得如此之严重 各种车你找不到 你还要加钱买 所以这边的情况呢 就是现在新来的新移民 要面临所有这边所有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来了本身在一个陌生的国家 陌生的语言 陌生的这种社会环境下 你本身就面临很多的挑战 你来了这边之后 首先你要租房 很有可能你先要租一个我们自己国人的房子 然后熟悉周围的环境 熟悉学校 我当初离开多伦多最大的因素 就是因为多伦多那边感觉像是在国内 多伦多那边完全感觉不到 有半点加拿大的这种像是在国外的这种气息 没有 完全没有 多伦多那边中国人多 然后其他的少数族裔也多 像阿拉伯人啊 东欧的呀 还有北非的特别多 还有一个最大挑战呢 就是 很多人觉得来了这边之后 我只要勤勤恳恳的工作 我就能拿一份蓝领的收入 我有手有脚 我谁都不靠 我在这边 我可以踏踏实实的生活 没错 你有手有脚 你谁都不靠你踏踏实实的 凭双手挣钱 你在国内 你也可以踏踏实实的生活 你可以选择996 你也可以选择不996 这边 其实也有加班 也有PUA 同样也有老板 不付你超时的工钱 其实这些都是存在的 然后作为新移民 来了以后呢 最头疼的就是找工作 这两年加拿大的就业市场 不用我多说了 最主要的是 这边现在人 已经是太多了 就是供大于求 来的人 找工作的人 可能4000个人 为了征那一两百个岗位 然后呢 大家就争的头破血流 其实 真的是已经到了 可能已经到了一个 就是你可能连喝汤 都已经没赶上的时候 其实说难听一点 所以很多朋友来了以后呢 只能是把国内的房子卖掉 有的人甚至把国内的资产清空 彻底清盘 然后 挟着全家老小 我在小红书上经常看到 累了 不和你们玩了 卖房 还有几天 就要奔赴加拿大了 满心欢喜 满心的对新生活的憧憬 对一个新的国家的 一个期待 我十分理解你们 我特别的 发自肺腑的理解你们这种 对新生活 新希望的向往 但是很遗憾 你们期待的那种新生活 和 这种新的国家的向往 其实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其实比你想象的要糟糕的多的多 因为 你在国内根本接触不到这边的消息 你在抖音上刷到的这些人 说实话的 说实话的 不太多 所以 成像给你的都是卡尔加里的大房子 学校 特别的优秀 老师对小孩永远是赞扬和鼓励 蓝天永远是那么的蓝 食品永远是安全的 没有鱼制菜 在这边 不会发生 加班 不会发生996 邻里之间也特别友好 你过马路的时候 车离你 五米远以外就开始减速 三米远就停下来等你过马路 大街上的叫一个干净啊 我说这我都想笑 所以 哎呀 真的是 就是来 现在来的时候 新来的国人 其实面临的挑战 我觉得 比我那个时候 要大太多了 我那个时候 起码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我可以通过自己找一个工作 踏踏实实的等移民 哪有现在 什么一个雇主担保就多少多少钱 十万加币 还是八万多加币 我听说 然后还得挂靠 还得给雇主打税 然后雇主给你的都是最低工资 我那会也是最低工资 昨天 我一个粉丝还给我私信 就说 他小孩 学校里边 十个中国人 老师都一年多了 都没有让班里的孩子换过座位 我小时候上学都得换座位啊 我问了一下 我就这事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们家孩子 都得换 孩子家里这都换 他在另外一个城市 海洋省 然后老师呢 也经常不来 不来怎么办呀 只能找代课老师 而且老师对学生极其不负责任 这就是现在这边的现实 我知道很多人是想避免教育内卷 所以最终带着孩子出来了 以孩子的未来和为了孩子可以快乐 轻松的成长为理由 打着这面大旗 最后全家移民到加拿大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想来的这个地方 不光是过了季了 可能是被多少人其实已经唾弃的一个地方了 如果说这边足够的好 足够的优秀 足够的事宜 大部分人在这边在这边生活和抚养子女 那为什么那么多本地人都离开了 为什么在我10年来到加拿大之后 到现在的十几年当中 肉眼可见的各方面都在倒退 各个方面都在倒退 我你现在问我说 你能不能说一点这边好的东西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说 我说不出来 我真的说不出来 我是真说不出来 我是摸着良心 我说不出来 那个时候我在多伦多的时候 很多人不知道啊 我现在跟大家补充一下我的一些背景资料 就是我之前在多伦多曾经生活过三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在多伦多没有这么多的治安案件 没有这么多的恶行案件 没有偷车 没有入室 没有 真的没有 那个时候多伦多比较的安逸 人也很少 然后相对来说 大家也很友好 都很客气 那个时候的多伦多也没有这么多难民 实际上那会儿有 但是没有这么多 我后来来到卡尔加里之后 我觉得卡尔加里那个时候也不错 15年 就其实我每一次 其实可能都先别人几步 那个时候卡尔加里对于国人来说 很多人就压根没听说过 卡尔加里的哪 什么是卡尔加里 我没听说过 从来不知道 大家最多就知道MTV M Montreal T Toronto V Vancouver 就这仨地儿 所以我每一次可能都先别人几步 先来到这里 然后先喝了一点人家剩下的汤 肉就别响了 所以在现在的卡尔加里 我认为 也只有你苟且的份了 国人坑国人 买卖LMA 买卖工作的offer 然后成倍的往上加价 然后最后老板雇主 在那指高强 让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 直到你拿下身份 你等于跟他绑一块了 你不想干都不行 只有他辞你的份 但是他其实也不能辞你 因为他那边还领着中介那一份 对吧 我这期纯纯的干货 纯纯的扎心 但是呢 我的意 我的这个意图 只在告诉大家 这边现在的实情 就是那些正在准备移民和已经买完机票过两天就准备登机的人 在跟这些人说 但是也不是在劝 我不劝 我前几期视频说了 我不劝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义务劝你们 我没挣你们钱 这年头都是拿钱办事 我没挣你们钱 所以我没这义务劝 但是呢 就是你愿意来 来这儿做体力工 你愿意过来在这儿当奴隶 没人拦着你 绝没人拦着你 这边我不能说看得透透的吧 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了 那个买卖工作的offer 然后 这个加价在这个LMA什么 Limia什么的这种事 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 其实每个族裔都有 前几期视频 如果你感兴趣 你可以翻一下 每个族裔都有 就是 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工作 然后他中介一定要把这些人硬塞到这里边 那只能去创造 创造工作 然后老板开心了呀 老板要挣平时他营业额 营业利润的几倍的 帮这些人担保的这些钱呀 是我 是我我也干 对吧 是我我也干 所以呢 大家还是擦亮眼睛 最后一句话 大家擦亮眼睛 自己做多做研究 呃 长话短说 我就跟大家说 如果让我再选择移民 我绝不会移民出来 我绝不会考虑来到加拿大 一定不会考虑来这儿的 就打死我 我也不来这儿 我宁可 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 我去西班牙 我去迪拜 就这种纯白人的国家 西班牙不属于纯白人啊 他们是属于拉丁人 就这种纯白人昂萨的国家 我是绝不会去的 我太知道他们骨子里到底是什么变的了 我太知道这帮孙子到底怎么回事了 不展开了啊 16分了 这些视频时间挺长的 不展开了 这都是老宋的肺腑之源 愿意听听不愿意听 赶紧滑走 千万别耽误您一秒钟啊 感谢 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关注啊 记着点关注 记着订阅我的频道 好吗 祝各位周末愉快 再见